完全高端人才的通人症跟第三代晶片根本完全两件事, 你可在中国大陆找到一些高端人才可以有生产晶片能力是无的, 中国大陆现在靠着台湾,靠着美国,靠着外国抢人回来, 中国大陆都靠着这件事,你怎可以引到人来呢? 第二,本身一年是抢三万五人来, 现在大陆可能讲现在大陆的生盘生产业规模不是小, 虽然生产出来的晶片,譬如最近俄罗斯说它那些坏率不良率很高, 但它们讲可能现在高端人才都只有几千人, 为何要一年输入三万五个高端人才呢? 所以其实我们不可以追高端人才和现在晶片相提并论, 这是两件事,晶片成不成功呢? 我当然祝它好成功,但看来无甚麽机会, 因为无论你的生产设备,无论人才, 无论香港现在的配套都是无可能的, 翻转看回现在高端人才当中高端的字, 其实很容易理解, 在国内听高端的字是一些富二代, 有钱的人高负上高端,什么叫低端呢? 就是北京在两三年前通州赶走低端人口, 那次就是低端, 即是其实政府用高端的字, 不是用创科人才的字, 其实你都看得到, 它其实是选一些有钱人来, 高端人,在国内高端人就是有钱人,就是富贵, 而低端的就是一些阶层,即是一些受执打, 受指示的阶层, 我想这高端人才计划和第三类晶片 根本不可以相来评论, 基本上香港的想法在林郑娥已上了, 在大概两年前林郑娥已在元朗 将特板摩亚的工厂很大的印刷厂拆了, 收了特板摩亚的印刷厂, 跟着现在建一个MEC, Microelectronics Center,即是微电子中心, 林郑娥认为我在微电子中心, 由香港政府或由科技园去购买订制一些生产设备, 跟着生产设备不属于任何人, 我纯粹租将生产线帮你做生产, 帮你做portal type, 帮你做一个圆形的组件, 即是你有设计我就帮你生产圆形组件出来, 你再尝试用圆形组件去sell做生意, 做好生意都不在这生产, 做好生意在香港找也好, 在国内找也好, 找人代工生产, 现在在做这步骤, 李家超说香港要发展第三代芯片工业, 其实有些多余, 有些讲夸张了, 香港不是要整个芯片工业放在香港是做不到的香港, 讲的是要在设计和在前期做一个样板出来, 拿到生意为止这一个start up, 现在是做这件事, 这件事当中牵涉设设计本身现在美国最首一指, 基本控制在美国公司,香港可以做不到这个问号, 第二本身香港微电子中心可不可以做到 一些很高端的晶片生产出来, 我觉得又不可以, 第三如果真的要香港发展芯片业, 芯片业除了你生产线那九个生产造罩, 高端机械在那裡外, 原来我们是一个洁净水供应,电力供应的稳定性, 或者个空间浮沉全部都很高要求, 这都未必是香港可以做得到, 就是简单讲,香港能够做的只能够做一些start up, 做一些希望做到生意,做到研发出来, 实际上生产我相信如果成功, 结果都会放回大陆生产,或者去台湾生产都未定, 共同投资基金三百亿暂时未公布, 其实香港现在四万多亿基金和储备有很多基金, 你可能本身货币基金已是一组基金控制住保持港元稳定, 另外还有很多钱的未来基金, 未来基金其实是在回激之前回归之前的土地基金, 即是当时在九七之前决定回归, 而香港当时的资民政府要卖地, 它扣除成本后收益要放到土地基金, 给新的特区政府, 那时给时有大概二千一亿左右, 结果现在都无三千亿, 可以见原来放钱在香港政府很大获, 它放了二十几年原来无息, 它真的放在活期上, 跟现在科学园早前传出来的情况一样, 但现在李家超说我要将二千多亿, 我拿三百亿出来做共同发展基金, 你的基金会否希望投资在初创, 可能是都未撑过, 因为现在在科学园, 其实它还有几个园区本身工业园, 包括在将军澳, 包括在元朗, 包括在大埔, 这三个地区都放了不同的, 兴建了由政府出资, 兴建了不同大规模的高端生产中心, 譬如将军澳有一个真的高端生产中心, 它比较多些机械, 多些电子, 变成你的厂不需要投资, 你去我租地方做一个圆形出来, 你再去试做生意, 好,在元朗有一个微电子中心, 在大埔有医药那边发展, 即是说政府其实在想方法, 就是希望利用这些生产中心, 令香港新的高科技工业可以闻牙, 但这一个由零去到有一个经济产值, 我相信是十几年时间, 所以这一个只是一个很痛苦晚长的等待, 成不成功做一个问号, 最终除非政府不断资助, 政府如果不断资助, 就会引导一些在国内, 在新加坡,在台湾,在其他国家, 它无钱做研发, 但香港政府有钱, 它不如来香港, 拿香港政府的钱研发, 跟着给互相交给香港政府, 其实香港政府某程度上做了一个初创投资者, 天使基金的作用, 这一个是有回报的, 因为全世界这些回报都不小, 很多一些有钱人都做这些初创投资回报, 至于共同基金是否这样用, 虽然它无这样说, 但我相信都是这样意思, 我们香港人应该需要, 我当然觉得你会否拿钱贴回大陆, 可能是都未顶, 所以我们希望香港政府在这方面透明度高些, 无论大湾区投资基金, 或现在的共同投资基金, 不要说完算了, 你每年是要给回, 或每半年是要跟我们交代究竟钱是怎用, 你用了多少钱, 投资回报了多少, 现在多少钱在袋, 应该每一年都有很清楚的financial report, 给香港人知道, 但香港人不要蒙在鼓里, 香港人知道我们就不会太担心, 如果你有增长我们何来而不为, 香港政府有钱些, 那110项的kpi低能到八次, 香港政府官员管治架构, 坐底人工都是两万元去到四十多万, 是说那麽高身的人全部都应该有自己管理能力, kpi本身是因为一个organization一个组织, 它有一个很清晰的发展方向, kpi就是定立来帮助small go small win, 每一个部门很清晰自己的工作方向, 大家朝着工作方向去就会去到集团的目标, 但现在李家超的kpi是什麽呢, 低能度说我要去搞几多个展览会, 我要接受几多个记者访问, 我要去搞几多个宣讲会, 或者现在老鼠我要令鼠患风险的地方减少一半, 又或者这些全部都是讲一些很低层次的数字, 你很简单,如果食环柱, 为何你无灭蚊指数的一些要求呢, 灭蚊指数或有蚊产指数, 这一个是可以管理的, 你如果说我有去自身自灭, 现在高低我便告诉你, 这不是天然的大佬, 这是由你管理的, 我们应该将这个有蚊产产指数的kpi摆下去, 如果现在香港平均是3.7, 最高的6.2, 下一个kpi应该最高不可超过5.7, 而平均由3.7跌至3.5,3.5跌至3.3, 这样才推动部门做事, 这样才是一个有层次, 一个关键职效指标, 不是低能度说我出去讲几个演讲会, 就叫说好香港故事, 不是讲一千个七百个就会说好故事, 讲得好一个已够, 讲得不好你讲一千个结果就踩香港下去, 即是说这一个职效指标本身太低能了,